高清解密 應該播出這一集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最後 最後 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過了? 沒有 最後那個禮拜 繼續說鬼 不管他過不過也好 上一集說到一些屋邨 有排頭邨 我覺得可能是一些名字 令人很容易聯想到和靈異有關 譬如排頭邨 好像排了一些頭 排頭邨 混頭堂邨 那些名字都很容易令人聯想到 所以迪士尼把音號變成音號 也很正常 也不想大家聯想到某些很邪的東西 是 因為其實除了不止這些 之前我們在南丫島附近 那裡有一座山 本身叫三之鄉 但是政府之後 畫到其他位置 那個名字是直接消失了 因為怕 人們說三之鄉好像公公 好像拜神 不吉利 譬如中國人 其實也很講義 不吉利的名字 改了其實也是好事 免得大家 有空就去探寧 然後傳一些鬼故事 也不太好 那調頂 以前叫調頂 改了 改了大家都安居樂業很多 對 對 所以其實也不止這些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些鬼故的名字 都很有聯想 或者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發生這些事 通常都是山卡拉地方 嗯 是比較多這些 嗯 上一集我都說自己有一個鬼故事會分享 其實也是關於一個 可能也是你家附近 沙田 也不是沙田 是大圍的 那很近 好像是大圍 我沒有記錯 因為 我比較少說這個故事 因為 當年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同學在場 有我 有 女同學A 女同學B 還有 男同學C 嗯 那 男同學C 他的英文名字都是C字頭 哈哈哈哈 那 因為當年 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那 男同學C 就不停叫我 不要說 不要提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提 沒有提 都忘記了這件事 慢慢 所以 剛好最近你說說鬼故事 我就想起這件事 嗯 話說當年就讀大學 讀新聞系 有很多project要做的 我們就 差不多最後一個year 每一組就要做五個task 其中一個task 就是要拍一個電影 幾分钟的電影 其實是一個單元劇 不是電影 幾分鐘 對 單元劇 另外一些task 是新聞報道 MV 我們都做了 最後一個單元劇 比較複雜 其實那時候 我們一班同學 很多人都是卸做的 雖然是畢業 那我就是導演 那組裡面 就是 負責這五個task 都是我做導演 其他同學 就有其他的分工 不過 因為大家都很客氣的關係 拍攝的時候 那些場務 就說你們可以拍攝 不用我 有些燈光 就說不用了 你們可以拍攝 連攝影 都說 都說約不到時間 沒有空 最後就做回我 剛才說的幾個 就是死個人 導演 攝影 加上女主角 和男主角 然後還有一些CNFA 沒錯 沒有CNFA 沒有CNFA 那時候我做導演 不過練過劇本 我寫完 導演 編劇 加監製 都是你 沒錯 剪接是不是你 剪接不是我 剪接是其他人 剪接又說你們可以拍 我剪接 不用到場 所以最終只有四個人在拍 OK 我們就借了 剛好同學A 有間房子 女同學A 有間房子 就來搬入火 新房子 很快就會搬進來 反正有一間 兇嬌嬌的房子 我們就拿來拍單元劇 單元劇裡面 最初我也想寫鬼 但是因為外瑜 我都怕有點邪邪 所以就改了結局 就不寫鬼 寫一個女生 是有精神病 有妄想症 噢 自己常常幻想一些東西 OK 那男主角就是同學C 那當日的故事 就要拍女同學B 即女主角 就要幻想 發脾症 就幻想一個男朋友 即男同學C 就有外語的 就不理睬她 並不理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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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有一場戲 就是講她們以前甜蜜的 溫馨的時光 是 我們拍這場戲的時候 最初也很順利 拍一些甜蜜的時光 拍完甜蜜的時光 開始就要拍第二場戲 就是她要發脾氣 然後開始進入妄想症 那一個女主角 就要幻想自己發瘋 很悶症 很生氣 很真靈的樣子 那我就拍 又拍吵架 NG了幾次 到最後NG的時候 那個女同學是崩潰地哭 不斷哭 不斷哭 然後我們就問她 做什麼事 她就沒有回答我們 只是不斷哭 我們當初以為她 最近失戀 我以為她拍這場戲 觸景相情 想起自己的遭遇 太入氣了 所以就哭了 哭完一會之後 我們就安慰她 沒有事她說繼續拍 然後拍完了 然後我們走了 等升降機 等升降機的時候 我打算安慰她 問她 你沒事吧 你剛才做什麼 然後那個女同學說 什麼 什麼 剛才做什麼 然後我說 剛才你哭得很厲害 做什麼 她說 哭? 我什麼時候哭 這樣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 大家理一下 摸我眼 然後我說 那時候我還沒聰明 還沒感覺到 我只是覺得 怎麼這麼奇怪 你剛才明明哭得瘋 我以為她 傷心短暫失憶 我不斷問她 你剛才哭得很厲害 你是不是和男朋友不開心 做什麼事 然後她說 沒有啊 我也沒有男朋友 然後就說 沒有哭 剛才什麼事 不斷問我們 我們剛才做什麼 什麼哭 然後那個男同學師 就開始 叫我 不要提 你不要問了 不要問了 然後就走了 走了 走了之後 大家各自回家 我就問同學A 即是家屋是同學A 我就問她 你們拜了四角沒有 那些入伙那些 有沒有拜祭下 打個招呼 家屋有沒有問題 應該拜了四角 下個星期就搬進來 就是這樣 那同學A 這樣敢住呢 後來第二天 即是上學又沒什麼 這個同學一直都沒什麼 不是同學A 他家屋嘛 搬進去 但搬進去 沒有聽她有什麼 提起 說有特別的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女同學女主角 也都結婚了 結婚了 好像結婚了 不知道接下來結婚了 還是結婚了 總之今年的結婚了 沒有什麼 很正常的生活 OK 真的是 有點奇怪 奇怪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 入伙 通常很多故事 都是入伙新屋 然後新屋 又有髒東西 然後就 我都不排除 我的女同學是很入戲 然後 剛好 惹到有些朋友來 還有我們拍攝 都是一些邪門的東西 那 可能惹到那些東西來也不一定 不是 也有一個 那些人說 那些朋友是很喜歡來看電影的 是 很喜歡來 趁熱鬧的 所以那些人說 拍攝的地方 電視台 或者 就是 不只 總之是拍攝 拍攝要燒一下豬 裝一下香白的神 那我們這些 這樣的 單元劇交公布 不知道要這樣 沒有做足這些事情 之後我們都 完成這個項目 我們都畢業了 都沒有 沒有去拍攝這些 對 但是說起這些 拍攝的鬼故 都是有 大家都可能聽過很多 例如 例如那些三色台 在山裡面 五台山的時候 其實都是輪著來 這裡又說 廁所有問題 那裡又說 哪個廠有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這樣的鬼故 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 還有 也有一些 個案 就是 我又遇過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類似我這個女同學 這樣的案 發生在 其實也發生在 我一個親人的身上 是 那 但是這件事 其實我也是很少提 因為我開咪 都沒有怎麼說 就算和朋友都沒有說過 開咪也更加沒有說過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叫我 盡量不要說給別人聽 但是隔了這麼久 其實也隔了很久 這位親人其實都結婚 生了小朋友 都很長大了 可以說一下 這位親人有一天 早上就起床上班 正常公司就上班 正常公司就上班 9點 7點、8點 起床 但是這一天 發生這件事 這一天的早上 他就沒有遇上 起床 我的爸爸媽媽 就叫親人 起床 就說你上班 但是我這位親人 就不知怎樣 爬了起床 其實那時我自己也很小 所以我都不記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細節 我都不記得很清楚 不知怎樣爬了起床 周圍找衣服 不斷找東西 就把衣服 劈來劈去不斷找 好像在找些不知什麼 大家都以為去找衣服上班 但是你已經遲到了 但是為什麼找衣服 還找了半個小時 都不出門口呢 就覺得很奇怪 我爹地媽媽 就看他什麼事 然後他就 完全又是不出聲 然後樣子又是很真靈的 眼睛是突出來了 看你那種眼神 不是正常人看你 整隻眼珠是突出來了 那隻看你 然後他就 我爹地媽媽當然很害怕 不知怎樣做 然後呢 就不想 我爹地媽媽就馬上問別人 這些情況 怎麼辦 有些人就教他去拜神 有些人就教他叫急症 但是有些人就說 不要叫急症室 因為你叫急症室 這些情況 他會送你去精神病院 那我爹地媽媽就 聽了這些人說 不要去急症室 大家夾手夾腳幾個親友 就夾著他下去樓下 就搭的士去私家醫院 那馬上我爹地媽媽也找了私家的精神科醫生 我還記得她的樣子是很真靈的看著我 就是眼睛突出來了 然後就上的士 去了私家醫院 找了私家精神科醫生 幫她打了一些震靜劑 然後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起床 沒事 正常 就好像我同學B 剛才女主角的個案 睡醒之後 完全正常 沒事 後來我爹地媽媽也叫我 我不要把這個過程 她發生過什麼 告訴她親友 也不想她知道 就像我們剛才的案子 就是不想提醒 她只知道自己精神錯亂 就入了醫院 就打震靜劑 就沒事了 她不知道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她知道自己入了醫院 休息了一晚 但她就不知道中間 她自己發生過什麼事 然後我爹地媽媽就把她 契了給觀音 之後 也有問回西醫的 很出名的精神科醫生 有上電視 就問她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的醫學角度來解釋 就是說 人有很多神經線 有時候 好像電器一樣 風濕 很潮濕的時候 機器都會滑滑 都會搭錯線 她說 人有很多這種精神的 系統精神的線路 可能有些 不知什麼影響 令她突然搭錯線 她 重新了 起床了 就沒事了 她的解釋就是這樣 但是 在我爹地媽媽的角度 都是覺得 不如去拜一下神 是 不過老一輩是覺得 即是 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六神無主的時候 都會尋求神明的方便幫忙 其實 不奇怪 但其實這種事是 是有很多發生的 因為我曾經聽過 也都是類似 你親人發生的過程 但可能 即是中間 即是她的個案 可以分享一下 都是 算不算是我的朋友 也算的 就當是朋友 朋友什麼 朋友醫 說她 其實她 是自己一個人居住的 但 都是 她的朋友醫的父母 所以她的父母 偶爾也偶爾在我家 就在家 然後 發現有一日 她便放工回家 古靈精怪 就說 她也是 自然自語 但是 身外 就 好像 親人 那樣 很兇 即是 朋友醫 本身的性格 是很 很 那些女生 很 很 很 nice 又很有禮貌 但那天她下班回來的樣子是很兇的很憎恨 她本身是不講粗口的 但那天回來就講了 炒馬擦蟹 有這麼粗的 很多的粗口都講出來 但這個不是她 不是平時的 她的媽媽也能感受到有些事情 但就不知怎樣 最後呢 她就沒有說要看醫生 但是就 找了一些朋友來幫忙 那些朋友就拜開神的 夾了她去那些師傅當 就說她可能得罪了那些朋友仔 但可能逛街的時候不小心 弄到她還是什麼 那朋友仔來弄固她 然後就跟朋友仔說話 好像是燒了一些東西 還是不知道 好像最後聽她們說 打了床齋給她 然後就沒有一件事的 但是就 最後問那個朋友仔 就是不知道什麼事的 但是還是說 不知道啊 我就放股後就回家 然後最後就是 他們都沒有跟她說什麼事的 然後就 走路小心一點 沒有提醒她 然後就 然後就給了一些符 然後就給她帶 然後就 這些個案是有的 所以就 都不覺得太出奇 那就 不過其實7月節是很多這些 那我就 都想說一個 發生內地的故事 那 那些老人家說呢 就經常都說7月 沒有啦 不是7月節 就說 如果你在街上突然之間 聽到後面有人叫你 你就 不要隨便認 嗯 就最好看清楚 是誰叫你 是不是有人叫你 才認 因為那些人 老人家就說 如果你認了她 那 就 其實呢 叫你 如果未必有 真的有人叫你 可能是朋友仔叫你 嗯 那可能呢 如果你認了她 那朋友仔確定了 呃 哪個人 叫什麼 什麼樣子 就可能會 找尾 就會 如果你認了她的話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 在內地發生的 那你就說7月節呢 就 裡面呢 就有幾個主角的 嗯 我叫她做 叫什麼好呢 給她一個名字 叫阿陳仔 嗯 就是 一個叫阿陳仔 一個叫阿光 一個叫阿光 那兩個人呢 那就是青梅竹馬的 嗯 那就是 嗯 他們兩個呢 就在 內地的一條鄉村裡生活 那 阿陳仔呢 就是 他家裡有錢的 那就是 那條村裡面 很有錢 那就是 有屋 有田 有地 那就是 也有很多工人 那 阿光呢 那媽呢 就在那間 就是阿陳仔家裡打工的 所以呢 阿光呢 就從小跟陳仔玩到大 嗯 他們呢 就是 小時候玩 那到大一點的時候 讀書 那 阿陳仔呢 就去了那間 在外面讀書 因為他家裡有錢 那就送了他去外面讀書 那就是 阿光呢 就繼續在這條村裡 那 那之後呢 到阿陳仔中學畢業的時候呢 就打算回鄉下探親 那就見到阿光 那兩個呢 就玩啦 那 都這麼大個 好久沒見了 那就出來 聊天去玩 那但是呢 那 之後呢 他們玩的時候呢 玩到很瘋 那就 很晚才回家 那呢 就 回家的鄉村 都沒有街燈的嘛 那兩個呢 平排地走回家 那 就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 突然之間 阿光呢 就聽到好像有人喊他 那呢 就 回頭 就回答了 然後就 很大聲地問 啊 是不是阿陳仔你玩我啊 是不是你叫我啊 這樣就說了 那阿陳仔就說 沒有啊 沒有叫你啊 然後呢 就阿陳仔突然想起 就 啊 好像是七月啊 現在 那就 一支箭拔著阿光呢 就飆了回家了 那呢 就 然後 然後 之後 他們兩個呢 就很害怕的樣子 就回去呢 就找到 就撞到阿陳仔的阿叔 然後就問他們什麼事 然後他們就說 沒事沒事沒事 然後呢 各自又回家了 那呢 阿陳仔呢 就問他阿叔 就說 那些老人家說呢 就說 嗯 什麼 就是 如果晚上呢 在街外面聽到 有人叫你呢 是不是不可以回答的 那阿叔呢 就很害怕 就捉住阿陳仔 就說 嗯 你們剛才是不是遇到什麼啊 嗯 你有沒有回答啊 是不是叫你啊 然後阿陳仔就說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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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沒有什麼 不過我八卦問一下而已 然後他們兩個就 就是阿叔就鬆了口氣 然後呢 就在那裡 不斷地說 教訓他就說 嗯 老人家這些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啊 那些人都說 這些 一定不要回答啊 要不然呢 就 講說 會回答你 或者勾著你的魂魄去的 然後 阿陳仔就說 啊 就這樣回答他了 之後呢 阿陳仔又很害怕 因為剛才阿光回答了 到底會有事發生呢 那 第二早就立刻 晨早起床 就去找阿光 那 之後呢 就 又不覺得有什麼事情 阿光也是 這樣啊 他又會 他又很健康 又下田幫手 應該沒事的 那 但呢 就 去到呢 過了一段時間 都差不多 放完暑假了 那 但是就 他差不多要回去醒到讀書了 那 就 在七月的最後一日 農曆七月的最後一日 那天呢 也是阿光的生日 那 阿陳仔呢 就叫他媽媽 就拾了紅雞蛋 拿過去給他 那 但是呢 拿過去的時候呢 發覺 啊 為什麼這條村 這麼安靜的呢 好像沒有什麼人 但是好像阿光的家門口 好像那些煙 就是那些霧氣 那樣 就覺得 奇怪 都沒有理會了 拿些紅雞蛋給他 那 就去到 阿光家門口呢 就打算 敲門 但是 他就想起 啊 啊 這裏是鄉下 那些人都不關門的 那些人都不關門的 那你推門進去就算了 那一推推門進去 那呢 就發現呢 就 覺得 很古怪 那這間屋 那覺得好像 好像 都好像 去了 很龍霧的地方 那好像怎麼看都看不清楚 然後呢 他一叫阿光阿光 那叫 然後呢 就發現 有一個 有一個 男生出現了 那那個男生呢 就 那個樣子呢 就好像 十幾天沒有睡覺 我的眼袋 大到 打了下來 很大的黑眼圈 很沒有精神 那樣 抱著棉皮走出來 但是那時候是農曆七月 即是夏天很熱的時間 那 阿陳姐就覺得 問阿光到底是什麼事 覺得這麼奇怪 那之後呢 阿光呢 見到陳姐的時候 就 跑過去 其實也不是跑 其實是爬過去 好像 好像很累很辛苦 那樣 一爬過去 就說 對著阿陳仔說 後面有人 後面有人追著我 想帶我走 然後就 說了這些話 然後阿陳姐說 看後面 其實 什麼人都沒有 那 然後就跟阿光說 沒有人了 沒有人了 你什麼事啊 是不是不舒服的 然後就跟他看醫生 然後就說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他來帶我走 那阿光這樣說 那突然之間 阿光呢 就 躺了 躺了在那裡 就是剛才他 是 捉住陳仔 突然間躺了在地下 然後就 抽搐 那之後呢 阿陳仔呢 就走過去 走過去 看什麼事 就看到 看到阿光 對眼 那不知為什麼 在他瞳孔裡面 看到 就是他反射到後面 看到有個白影 越來越飄得慢 然後呢 最後呢 就 好像 他的感覺 好像張阿光的眼睛 他瞳孔黑色的位置 全部都蓋了 就整個眼睛白色 然後呢 阿光這樣 就 抽搐完之後 就增大了眼睛 之後就 就 然後就 死了 但是呢 就死了的時候 那個 面帶微笑 好像 解脫了 那樣的 這個故事 然後呢 阿陳仔 自此之後 就 沒有再回去 因為都 覺得恐怖 然後這個故事 就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發生 就不知道 但是就是 其實呢 說有人叫你 之後 你沒有回應 其實就是有 老人家真的這樣說 就說會勾了你的魂魄 好像 這個故事裡面的阿光 那樣 其實是有的 嗯 其實 曾經以前都聽過 有些師傅說 就說 你 就是 你如果街面 應 其實他不只是說 不會直接說 那些師傅就說 沒有應之外 因為你轉轉頭的時候 就會人有三把火的時候 就會蓋上了你左邊 右邊那個 就是另一邊那個 對 你蓋上了那團火之後 那些朋友就會容易來找你 以前都說 七月都不要生氣 前面的頭髮 音都不要遮住額頭 沒有遮住額頭 沒有遮住額頭 還有沒有遮住兩邊肩膀 對 不要蓋上去 但是現在 我都遮光了 哈哈 因為你日頭 沒有晚上 現在的髮型都是差不多 有些男生都 難道是疏起了嗎 炸死了 不知道 全身都暈開了 最安全 暈開了 全身都暈開了 全身都暈開了 全身的耳朵 對 很猛 真的 百度不侵 但是 不過 講這些傳統 很多這些 有這些 怎麼說 習俗 習慣 不僅如此 之前 第一集 講過 酒店的時候 打招呼 或者 搭電梯的時候 不要做些不應該做的 例如 搭電梯的時候 看到裡面有東西 盡量沒有搭 例如 我試過搭電梯 那次是 跟我朋友 去另一個同學家 他住黃埔 去黃埔花園 某一座 去探望朋友 走的時候 一開電梯門 電梯中間有一隻鞋 是一隻鞋 不是兩隻 一隻鞋 反轉了 一隻 嚇到我的朋友 立刻彈開 然後拉著我 很害怕 其實我是沒什麼 我當時是不覺得很害怕的 我只是覺得 為什麼有人留了一隻鞋 但是我是沒有什麼 然後我朋友就叫我不要進那架電梯 然後就等另一架電梯 是 因為上集我都有說過 之前說過 特別是鞋 是有一隻鞋 不是一對 一隻鞋 代表有朋友在那裡 那為什麼會有一隻鞋 不知道 總之是說 總之你看到有一隻鞋 或者是有鞋 在那裡 在電梯裡面 盡量不要進去 因為代表有朋友在那裡 就跟我說 不回答了 朋友你先進去 那句話 然後就等下一架電梯 對 我跟我朋友都是 站在一旁 其實我是被他拉了 站在一旁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其實 還有盡量在電梯裡 有人說 有些師傅說 盡量在電梯裡 不要 就是照鏡 照鏡 照鏡經常都會照鏡 在電梯裡 是不是一些鏡 對 反應 但是在七月日子 就不要照這麼多 因為害怕 剛才上來的電梯鏡 都會照鏡 不是啊 怕你不少看到 不應該看的東西 怕嚇到自己 那我又覺得 我的focus 最精彩在自己 在你旁邊的會 看不到 okok 這個不是 那些人敢教 那大家 就要小心一點 不過 有一件事 我外婆 我家裡的老人家 經常都說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七月節 那些人 都跟你說過之前 上一集都說 家裡附近 是不是有個位置 很多人燒東西 燒街衣 因為實在太多了 因為這條村子 很多老人家 很多人相信這些東西 燒到整個地都很害怕 走過的時候 我真的很不想踩到那些東西 好像跳來跳來跳去 避免那些東西 對 總之大家不要搞 別人在燒的東西 不要搞 特別的家長 教小朋友 不要看 不要搞 不要搞 不要撿 還有走過了 不要轉過來看 對 對 就是這些 不過現在小朋友很頑皮 你盡量教他們 不會撿 很多小朋友 對 特別要撿 地上會灑點錢 對 那些小朋友會撿來玩 對 就是 盡量家長教他們 信則有不信則無 那就 小心一點 好 今集是這麼多 今集說這麼多 好了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